倒掛在樹上的蝙蝠 遇到敵人時 爪子一鬆就能快速逃離 但住在印度克拉拉邦地區的居民 卻戒慎恐懼 盧林大敵 因為這些蝙蝠被視為 利百病毒的傳播者 在二零一八年 克拉拉邦地區瓦拉出凱蒂的父親 和兩名兄弟就因為利百病毒而死亡 隨後同一個地區又有二十二人被感染 只有兩個人存活下來 專家說居民發病的原因 可能跟蝙蝠抓過或咬過的 水果有關 利百病毒感染者可能無症狀 或是像發燒 咳嗽 頭痛等 而且在一兩天之內 就可能惡化 死亡率極高 這次增加蝙蝠的疫苗 克拉拉邦的森林是蝙蝠的主要棲息地 這裡擁有四十種蝙蝠 還有三千五百萬居民 而為了農業發展 森林幾乎被砍光 改種果樹 這樣反而變成立百病毒傳播的溫床 根據調查 居住在這裡的感染者 有百分之九十都喪命 而孟加拉也數次傳出立百病毒疫情 同樣的也可能與食用接觸過 帶原果福的水果相關 當地政府表示 不能因為要預防病毒而影響生態發展 讓蝙蝠面臨嚴重的生存威脅 因此也只能拼命呼籲民眾與遊客 非必要因避免進入疫區 不要讓疫情擴大 公視新聞沈魯沛編譯